这个华叔见老板忙不过来 自己上手煮面 接着给自己加了二斤牛奶 一旁的店员急了 怕这样下去自己工作都要砸了 老板却告诉店员 华叔自己人 他就是吃一头牛夜随他 华叔是整条街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所有街坊都认识他 都和他非常熟络 但这天意外来临 无良开发商叫了一帮黑社会 要暴力要挟街坊们签拆签合同 很快街坊们纷纷遭殃 但华叔的养女此时过来通知街坊们 华叔叫大家可以签 刚才还受尽酷刑誓死不签的街坊 纷纷同意签字 但唯独华叔自己没有签 带头的红毛怒了 准备亲自去会会华叔 很快一群人把华叔的钟表 电围的水泄不通 而华叔也早就在等着他了 他将修好的炸弹交给红毛 力索地上了发条 并紧紧地攥住了他的手 红毛被华叔力气压制 完全无法挣脱 直到炸弹即将爆炸华叔才松开 红毛被吓得屁鬼尿流 然而炸弹的引线早就被华叔拆除 红毛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直接下令要强行推平华叔的电 但华叔的影响力不一般 街坊立刻抄起了身旁的家伙 跟混混们打坐一团 华叔的养女都端了盆水泼向红毛 华叔赶紧冲上去保护他 手臂还被砍中了一刀 此时红毛被包租公开铲车送上了天 红毛赶紧摇人 谁料包租公伸手不易扳 三两下干掉好几个来送死的小弟 此时华叔从店里拿了把古董手枪 准备去吓唬吓唬红毛 这他们就是什么 我开枪啊 哪个老古董都吓唬了 都傻啊 华叔不解地看着手里的枪 连他也没想到这把枪真的能开 混混们全被吓走之后 华叔被带到了警局 警察阿强也是老熟人 只是和他提了一下 这把枪可能和三年前的案子有关 就把他放了 原来华叔在三年前意外失去了记忆 华叔于是回去找到流浪街头的包租公 因为他是三年前那次意外的目击者 没想到包租公莫名其妙地给华叔披上了雨衣 还拿起了一旁的水壶 当晚的记忆碎片渐渐浮现 突然包租公掏出把手枪 华叔下意识把枪夺了过来 然而定睛一看 自己手中的只是一只鸡腿 包租公笑他终于找回了杀手本色 三年前的一个夜晚 安智杰为首的特工团队盯上了特工领号 在他钟表店外部下天罗地网 就等街上的人走光直接动手 此时一个打扮妖艳的女生正在路上行窃 意外地成了这场追捕的不速之客 而店门口的特工刚吃完面 就被女子撞了一下 结果他手中掏到的是一把枪 很快几个特工将女生团团围住 女子的小命眼看要交代在这 忽然钟表店门打开 但里面并没有人 反而是在高处埋伏的狙击手摔了下来 众人立刻向高处开枪反击 女孩也乘机躲进了古董店里 林浩伪装成尸体 突然发动偷袭 击倒一人之后立刻躲进了古董店里 剩余的四人也追了进去 埋伏在暗处的林浩突然发动袭击 用刀子将一人的手钉在了桌子上 身后的人想用刀偷袭 没想到被林浩用蛮力反杀 转眼间特工只剩下一人 林浩身法灵活将对方的攻击尽数躲过 接着高高跃起 一招断头台将他彻底解决 眼看危险解除 女生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没想到和林浩撞了个阵阵 上下打量了一番 林浩并不打算杀他 然而就在他走神的一瞬间 地上刚死的特工突然爆起 两人互射一枪双双倒地 这不是你的护照吗 我帮你拿回来了 看看华叔 这些都是你 华叔这才看出来 虽然这些护照人脸都不同 但是仔细看眼睛就能看出都是他 还是小孩子的目光如炬 然而当晚一个人走夜路的华叔 被红毛那帮混混埋伏了 两个人把华叔架住 红毛上来就是两拳 结果反而把自己手给打折了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华叔还是被这帮持蟹歹徒打翻在地 事后华叔伤众被新闻报道 此时阿杰那帮人看到了伤者的手表 正是林浩的 他们这才知道林浩没死 很快阿杰手下就动手了 这老头被一群混混打得不轻 但阿杰告诉同伴林浩看似在挨打 实则用身体最硬的头盖骨伤害了对方 摔倒时用手肘下坠击中对方 不经意间招招都杀伤力惊人 他挨一顿打 别人伤得比他还重 趁着华叔进了医院 混混们强拆了他的钟表店 然而店里的六具尸体却让众人傻了眼 华叔叫他们别动 自己去叫警察 趁着功夫 随地小编的红毛却发现 自己手下陆续惨死于一群神秘高手 红毛吓得尿了一裤子 等警察赶到时 六具尸体已经不翼而飞 原来尸体和那些混混们一起被阿杰他们处理掉 华叔通过监控查到了一辆莫名出现的车 顺着线索华叔和阿强找了过去 而阿杰等人正躲在公共浴室中 很显然阿强高估了自己 当踏入浴池 就直接被身后的美女一记夺命剪刀脚 踩入了水池 那六具尸体也藏在这里 眼看阿强要和他们组成七个葫芦啊 华叔知道自己得出手了 一见到华叔 阿杰掏枪就射 华叔借着水桶为掩体 一路后撤直到阿杰的子弹挡 手下上前查看 发现华叔早就没了踪影 华叔突然现身 用一片碎玻璃就让女肥毁了容 这时小辫子背后突袭 觉得轻易就干倒了华叔 很快就被华叔一记回手套 重重摔在水池上 接着他就被华叔一路拖着 结果反而把自己手给打折了 阿杰等人马上提枪救生 华叔马上勒住小辫子一倒 小辫子差点去见了自己太阳 进了桑拿房 小辫子手持双刀对上华叔的皮带 小辫子叨叨致命 但却被华叔巧妙化解 很快就双手被绑动弹不得 最后被按进了一旁的探路之中 只留给外面的人一个血红印 阿杰又是外围一通扫射 子弹就像不要钱一般 但很快警笛大作 阿杰见识不妙只能作罢 华叔及时抢救回了阿强 自己却被警察逮捕 警方怀疑这些事情都和华叔有关 阿强虽然相信华叔 但六具三年前的尸体伤 致命伤都是钟表修理工具造成的 然后华叔被查出脑中有钢钉 身上有刀伤四处 枪伤十三处 炸弹碎片侵入伤三处 阿强没话说了 只好将华叔开过的手枪交给了上司 另一边阿杰伪装成律师来探监 据阿杰所说 华叔曾经被判组织 私吞了货物 为了灭口他下了死守 杀了曾经的老大和他全家 而阿杰是为了报仇才追杀他的 为了逼华叔就犯 他绑架了福利院的小孩 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当年拿走的优盘交给我 还有八个小时 你不把他交出来 那些孩子的死 怎么去犯 就是你的责 什么去犯 而很快华叔的枪支弹道比对出了结果 华叔真的有问题 而华叔为了恢复记忆 让被关在一起的红毛揍自己 眼看红毛不敢动手 华叔便和其他罪犯打了起来 随着头部被不断击中 华叔的记忆似乎也在不断地恢复 等警察赶来时 只见到了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华叔 阿杰点上一根烟 打开电表箱 把打火机和点燃的烟都放在了上面 此时华叔正被送去就医 忽然警局电线就短路了 警察回过神来 华叔已经消失不见 忽然 华叔从身后一招葵花点血手 瞬间解决了两名警察 阿强想劝华叔不要乱来 却瞬间被华叔擒住 成了人质 警方和华叔僵持之际 一辆重装巴士突然冲击警局 从车内丢出了大把的烟雾弹 烟尘中 包足弓手持一把喷子闪亮登场 火力压制 华叔乘乱架着着阿强上了车 阿珍也紧随气候 阿珍拿到火箭炮就脚底打滑 直接丢了出去 一炮轰断了一座铁塔 拦住了警察的去路 四人暂时脱险 原来包足弓是华叔以前的战友 三年前就是他救了华叔 华叔传出死讯后 阿杰向外传递消息 是华叔杀了老大全家 但包足弓相信华叔不是叛徒 一直守着他等他恢复记忆 华叔让包足弓陪着自己 去福利院找阿杰 他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接着华叔把一个炸弹 放在阿强脚下 很快警察包围了巴士 看到阿强这副样子十分紧张 迅速在周围堆了很多沙包 但阿强不以为然 他知道华叔和他是闹着玩 这时在阿杰等人视线中 华叔悄悄溜进了自己的店里 很快阿强带了无数警察兄弟 也赶到福利院 把阿杰等人团团包围 但对方一个黑客 一口气控制数百架无人机 密密麻麻朝着警察冲去 这些家伙每一架就是自爆武器 一时间集体扑向警察 打得他们溃不成军 另一边阿杰成乱 偷偷绕到了华叔的身后 丢出一颗手雷 华叔早有防备 一个空翻躲过爆炸 接着掏出双枪左右开弓 枪神附体 压制阿杰的同时 打出了一条生路 随后华叔引导警察 躲进了一旁的商店 而阿杰顺利拿到U盘 另一边 阿珍独自一人来到了福利院 阿杰的三个手下死死盯住他 而阿珍展现顶级手法 裙子一挥 就将大壮的闪光弹偷走 突然红毛闯了进来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 现在的气氛有多紧张 还在问阿珍借钱 众人剑拔弩张之际 门外突然发生爆炸 阿珍顺势扔出闪光弹 阿珍乘乱逃了出去 爆炸结束之时 刚冲出去的小辫子被扔了进来 身上还绑着催泪瓦斯 华叔带着防毒面具闪亮登场 和大壮展开激情对轰 两人都穿了防弹衣 破不了防 子弹打完了就开始肉搏 华叔用绝缘手套 挡住了大壮的闪电拳 顺势用特制的雨伞还击 大壮被打得节节败退 好不容易夺过雨伞 展开反击 华叔硬抗几招 一招分金错骨手彻底解决 女人操控手表 遥控来了屋外的摩托车 摩托车头部机枪 朝着教堂里疯狂扫射 但他没注意头顶的机械臂 女人瞬间也去领了盒饭 另一边警察组成防御队形 利用迪斯科球的反光原理 让无人机都失去了目标 纷纷坠毁 暂时解除了危险 那边阿杰插上U盘 才知道被耍了 但华叔的养女小小还在阿杰手上 而黑客手上还有一件秘密武器 警察刚胆到福利院 就遭遇了强大的火力压制 自动炮台来回射击 打得警察丢盔卸甲 死伤惨重 包足弓知道必须先解决控制炮台的黑客 追着信号来源 他找到了黑客的藏身之处 黑客轨迹多端 直接拔枪和包足弓对射 然而双方都是人体苗边大师 子弹打完了 还是毫发无损 然而对方年轻力壮 包足弓还是吃了年纪大的亏 很快被黑客抓住手臂摔到地面 一个夺命剪刀脚扭断了他的腿 就在黑客准备给包足弓最后一击时 阿珍突然用电机手套偷袭了他 阿强也乘机把电脑给摧毁了 炮台终于压火 恼羞成怒的黑客一枪打穿阿珍的手臂 危急时刻 阿强冲过来用身体挡住了子弹 阿珍怒发冲关把黑客弹飞 随后想用电机手套救活阿强 结果在水里的三人全被电晕 反而是黑客跳起躲过一击 他想要再次启动炮台 却被身后开着挖掘机的华叔直接撞翻 而这一撞也让华叔陷入了昏迷 此时阿杰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师父 三年了没好好地坐在一起吃顿饭 最后一顿 我陪你 原来当年的叛徒是阿杰 背叛社团留下证据 华叔以自己的性命做担保 想要救阿杰 但没想到阿杰恩将仇报 等华叔赶回来的时候 老大和他全家已经被阿杰杀光了 想到这里 华叔突然拔枪 阿杰反手一刀 将华叔的手定入桌子 你老了 华叔假意要交出优盘 实际上是用手铐靠住了阿杰 接着也将阿杰的手定入了桌子 我老了 不是死的 华叔的手表里装了定位器 追踪导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华叔拜托阿强带走杨女小小 自己则要和阿杰同归于尽 阿杰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抽出手表里的激光绳切断手铐 看着华叔奄奄一息的样子 他也懒得再管 拿着优盘赶紧跑路了 他没想到的是 优盘才是导弹追踪的真正目标 最后和他的罪证一起葬身火海 从那天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华叔 有人说他被判了终身监禁 有人说他被警方聘用 成为了官方顾问 也有人说 华叔早就死在了医院里 无论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说上两段关于华叔的事